偉非 你看我 看着你的时候 从会有一丝错觉 明明是想讨厌 却不那么讨厌 差一点我就相信 这是恋爱的情节 如果我有一次的贪恋 我怕我会沦陷 故意对你坦白我不爱你 故意逃避你看我的眼睛 我怕靠近你却靠得太直 我快骗不过自己 故意压抑隐藏我的情绪 故意让自己和你保持距离 我怕你看出看出我故意 就是代表我的心 一拳被你占据 关键宇宙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她被送来的时候孩子已经没有了 因为失血过多导致昏迷 经过抢救已经脱离生命危险了 但她非常虚弱 还要留院观察几天好好调养 那就麻烦你们好好地照顾她好不好 请最好的医生 用医院最好的药 医院所有的费用 都在这里面扣 如果不够的话 直接打电话给我就行 嗯 谢谢 谢谢 对 董事长 到底是怎么回事 维林的孩子 为什么没有了 昨天下午 瑶瑶和维林在公司遇到 当时还好好的 后来因为老板的婚礼的事 三个人就吵了起来 瑶瑶生气走了 老板让我去追她 等我回来的时候就 怀孕的事情 你们早就知道了 这么重要的事情 你们怎么可以 不让我知道 现在 你去派上所有的人手 去把千语找回来 好 喂 什么 交警队 好 我现在马上过去 董事长 老板出了车祸 现在在交警队 我们赶紧去找他吧 你们是胡千语的家属吧 我是他母亲 是这样的 昨天半夜 我们突然接到电话 有人报警说 自己家的摊位 被人开车撞了 我们带人赶到现场 找到了赵氏司机 就是胡千语 当时他坐在车里 一句话不说 我们怎么问 他就是不肯生 开始以为是喝醉了 就带他去做酒精测试 结果呢 一切正常 他并没有喝酒 之后我们带他回来 他还是什么都不肯说 任凭你怎么问 就是不说话 最后 我们在他的手机里 找到了你们的电话 这才把你们请回来 我可以看看他吗 可以 在隔壁呢 你们要先去领 交通事故认定书 完事之后 再跟当事人联系 商定好赔偿的事情 好 就可以把他领走了 好 董事长 这件事让我去办吧 快去吧 这边 你好 交通事故认定书 是在这里领路 对 稍等 就在这儿 谢谢啊 不客气 剑语 你找郑云 陈其苑 请问他 你有什么仇恶 吗 有什么仇恶 他 他 有什么仇恶 我不愿我的事 那今天凶回事 告诉我 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 千语 胡董 可算回来了 千语 千语你怎么了 看上去怎么怪怪的 他怎么了 快点 把千语扶到沙发上 梅姐 你赶紧拿块毛巾 倒也杯温水 好的 好的 来 坐下 慢点 千语 千语 王特主 一夜辛苦一晚上了 回去休息吧 我还是留在这里吧 看看有什么忙 我可以帮得上 不必了 好 我想单独跟他谈谈 好 董事长 你有什么需要 可以随时吩咐我 嗯 梅姨再见 好好 千语 千语 你怎么了 你说句话呀 千语 你可别瞎梅姐啊 千语 你说句话呀 那 梅姐 先下去吧 剑 是 你就是 妈妈知道 你现在心里非常地难过 但是你不要忘了 你是一个男人 你现在这么做 你只会让所有爱你 关心你的人担心 逃避是解决不了问题的 妈 其实我跟韦丽已经结婚了 他还坏了我的孩子 昨天我和韦丽 我不吵架 是我不小心把他给推倒了 孩子没了 孩子没了 他恨得我吗 是我是杀了孩子的人 我杀了他 我杀了他 这是什么时候的事情 为什么从来没有告诉过我 我们去下个特派的时候 等季节回来 我知道你对韦丽有看法 你没有解不开的心情 和尚可是一个大的阻力 所以我想找个和尚的机会告诉你 没想到 我杀了 我杀了他 我杀了你 他真是不错 你无法得识 你无法得不懂 你却我 你不懂 你不懂 我杀了你 你不懂 我杀了你 你不懂 都是我不好 真的不应该比你去跟瑶瑶结婚 而演变成现在这个样子 我自己要负大部分的责任 我害了你 我也害了威灵 由于自己的阻挪 连孙子都没用了 我 我不知道你会不会恨我 现在 我只想跟你说一句 对不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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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都是我不好 对不起 都是我不好 都是我不好 对不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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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她的情况虽然已经稳定了 但是由于之前失血太多 而且各项检查结果都表示 病人的健康指标非常低 身体非常虚弱 加上流传的打击 情绪很不稳定 所以呢 我建议多留院观察今天 知道了 谢谢医生 不客气 你也不然是在这儿 我都不愿意 你给你给你给你 我给你给你拿 你给你拿 我给你拿 你给你拿 陪着她 我听说昨天 你跟维灵大吵一架 你不恨她吗 我会保护她 不让任何人再去伤害她 你自己好好照顾自己吧 你到底在说什么 谁伤害了维灵 到底发生什么事了 哥 你说话啊 你听见没有啊 维灵怀了胡仙宇的孩子 昨天发生了意外 维灵流产了 夜女 你还在吗 夜女 看他 你ousse 可以 在他身边吗 他仍想不一定一个人跑了 现在人找不到 我早就说过 他是一个自私自利的人 可是你们没有一个人 愿意相信我 我早就说过 这些白状就是 要治疗那种 我早就说过 我们可能会给我们 要赶紧 你看学生 六 我 我 真的 好 我 威力 你这么躺着 一动不动一天了 你说句话吧 威力 你看着我 你这样不是让我跟你一样 难过吗 我知道发生这种事情让你很难受 令你无法接受 但是一切都会过去的 不论发生什么事 我都会一直在你身边 跟你一起承担面对 你不用这样 这样折磨你自己 我看你这么痛苦 我的心里 是会比你更难受 我叫你 来 喝杯水吧 去吧 我 睁开你的眼睛 看一看 那是你孩子的心 孩子没了 是你亲手杀死了他 你是个男人吗 你杀死了自己的孩子 他 侯董 你看看芊瑜怎么了 这都几点了 怎么还在这儿做菜啊 不要混蛋 让他去做 还要记得你 又是你 觉得你还在这儿做菜 还没什么 你还在这儿做菜 你对我很好 什么东西都让着我 你可不可以让我最后一次 除了牵你 我什么都可以不要 我什么都可以给你 瑶瑶 你对她的爱 我都看在眼里 记在心里 你是我最好的朋友 我当然希望你过得开心啊 谢谢你 威力 威力 如果长大后的我们 又像小时候一样 喜欢上头一样东西 怎么办 瑶瑶 你知道吗 我认为你 你不要 你不应该是 你不应该是 她也不应该是 你不应该是 我认为你 即便你心里有另外一个人 我也没关系 我会让你爱上我的 快 Zither Harp 千语呢 千语一大早就出去了 还打扮得特别精神 我问她干什么去 她不告诉我 胡董 我感觉千语好像不太对劲 会不会真的出什么事了 我也管不了她了 现在就需要 给她一点空间 让她透透气 这样对她比较好 您好 我现在不方便接听您的电话 请稍后联系 卫林 吃一点吧 她们 请稍后联系 ひかがを 你来干什么 快滚 我有话要跟我一说 还有什么可说的 昨天晚上没有说完吗 君王 让他进来吧 难道他伤你的还不够吗 这是我们两个人的事 你先出去吧 韦玲 君母 韦玲 你这两天一定没有吃好 我做了你最爱吃的 尝尝吧 这就是你要跟我说的话吗 卫玲 我是来跟你道歉的 我们的孩子没来 我知道你一定很痛苦 你恨我 怨我 都没有关系 我作为一个男人 就算一死 也没有办法弥补和犯下的错 但我真的希望你给我一个机会 我不奢求你的原谅 但是给我个机会 让我向你说罪吧 以前我总是有太多的顾虑 虽然没有把我们的关系跟别人说 但在发生这么多事之后 我才发现我亏欠你太多了 卫玲 我真的好爱你 以后不论发生什么样的事 一定都会陪着你 和你一起重担 何父亲 我这种心 哪家 我这种心 我这种心 你自己在哪种刺激 你自己在哪儿 你自己在哪儿 你直接在哪儿 离开神圳 去个没有人认识我的地方 然后把孩子生下来 我一出生 我妈妈就去世了 所以我发誓 我一定要做一个好妈妈 我要把我妈妈来不及给我的爱 加倍给这个孩子 我会努力把他抚养成人 让他受最好的教育 成为这个世界上最幸福的孩子 可都是因为你 你毁了这一切 你毁了我所有的期望和寄托 爱 顾坚宇 你有真正地爱过我吗 你知道爱是什么吗 如果你真的爱过我 你就会知道当一个女人失去孩子 对他来说是多么大的痛苦和创伤 你现在居然还跑来说爱我 要永远跟我在一起 要永远跟我在一起 我不相信你所谓的爱 更不会原谅你 你去当我从来都没有认识过你吧 胡建宇 进冠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李宗盛 魏林 你可以不接受我 但你不能否认我对你的爱 有一件事情 我一定要告诉你 你还记得戴卫阳 你的长腿叔叔吗 你怎么知道长腿叔叔的 当你念书没有钱的时候 是他继续出钱让你完成血液 你找不到地方住的时候 他帮你找公寓 你每次碰到困难的时候 他都第一时间出现 虽然你们没有见过你 但是你已经把他当亲人一样 你什么心事都会跟他说 你还寄了个长腿公仔给他 说他就像童话里的长腿叔叔 还说他救回了你 无论生活发生什么样的事 都要继续坚持 和努力下去 这跟你有什么关系 你要告诉我这些事情干吗 因为我就是戴飞扬 你的长腿叔叔 你要去哪儿 我去找卫林 我不会看他一个人流浪在里面 你说什么都没有 我要去找他 你给我站住 如果你乖乖地待在国内 和他断绝任何联系 他就可以在美国 安安稳稳地生活和读书 如果今天 你敢踏出胡家半步 我保证 你以后再也见不到他 我什么性格你最清楚 怎么选择 你自己做决定 没想到他挺有骨气 是吗 我给他寄的钱 他一分都没有 不过听说他现在在美国 过得很辛苦 你怎么一点反应都没有啊 他都已经离开一段时间了 我连他长相都快记不得了 学长 谢谢你啊 要不是你收留我的话 我可能交路四街头来 唉 不用客气啊 我们都是中国人 中国人民族精神就是团结互助 何况你还是一个女生 不过也是呢 像这年头啊 我这种长得帅 心灵又美的男人的确不多 不过 你千万不要爱上我 我对你可没有别的想法 追我的女人可到处都是 你看 可是学长 我也不能总靠着你 我还是要多找几份工作 自己挣钱养活自己 喂 赵老师 审批通过了吗 太好了 谢谢赵老师 学长 我告诉你个好消息 有一个叫戴薇样的华人 愿意资助我 审批已经通过了 我再也不用担心我的学费了 他还说会提供一间公寓给我住 这么好 真是太好了 所有事情都解决了 学长 你怎么了 我的胸都要被你打坏了 学长 对不起啊 我平时爱打拳 拳撞了一点 对不起 我请你吃饭 好啊 好啊 当年就是因为我妈说了那些威胁的话 我才不敢去找你 我害怕被她知道我还爱着你 她一定会做出对你更大的伤害 但是我从来没有忘记过你 所以我才化身戴薇样 所以我才化身戴薇样 照顾你 守护你 威力 我知道你怀疑当年你父亲的死 跟我妈脱不了关系 其实我也害怕 因为我不知道当年到底发生了什么 我问了我妈 她也不肯告诉我 你是我最爱的女人 而我妈是一手把我抚养大的人 该做什么选择 我也不知道 所以我选择你 我一定要把恒生变得更加强大 有一天把这所有的一切 都还给你 可是当我在默默准备一切的时候 你却突然回来了 我不想你卷入这里面的纷争 我更不希望我妈给你有更深的误会 所以我用尽了各式各样的方法 希望我能把你赶回美国 远离这一切 等我把所有事情都解决完之后 再把恒生还给你 没想到你居然留了下来 把所有的事情 都照顾了我的掌控之外 都照顾了我的掌控之外 魏林 我没有办法忍受任何男人害生你 更不愿看到你受伤 我对不起你 我只希望你相信我说的每一句 我只能做了些事情 我只能做什么事 我只能做一点 我只能做了些事情 我只能做一个事 你想不到我提起你 都是美好 有个愿望 我在的地方都会有你 你知道吗 我只记得那句 不要担心还有我 所以愿意不去寻觅 另一个代替 原谅原谅你的不解 原谅想从前为改变 是我临终坚决 原谅原谅不是错写 原谅是为纪念 我们拥有彼此的世界 原谅原谅原谅 我自豪 也许我自想 原谅原谅所有不解 沉默也不是陌生 我只想原谅原谅你的不解 多想象从前为改变 是我要的情节 原谅原谅原谅不是错写 爱的一种成仙 是掌握会划过的昨天 原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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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bsolument 原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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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